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我的故乡 我故乡是羊 但是我说了,其实我的祖籍是河北 河北里县 我爷爷奶奶和姑姑都在北京 所以说我的祖籍我并不太熟悉 反倒是像北京更像我祖籍吧 我是出生在沈阳 小时候上学之前在北京 爷爷奶奶带过一段时间上学之后 整个上学基本都是在沈阳 沈阳呢,在我心中就是我的故乡了 我今天想讲的呢 其实是更局限的一个沈阳 是生我养我这个地方 它是在沈阳 但是它还稍微有点特殊 如果像一个地图逐步缩小的话 它缩小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我的家呢,就是我父母 是生活在沈阳最北端吧 就市区的算是接近北郊了 一个小地方 它叫三台子 这里有什么呢? 这里有沈阳飞机制造公司 这是沈飞 这是共和国的战斗机的摇览 我今天就想主要是给讲讲 我生活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我虽然是沈阳人 在我上初中之前 几乎很少个人去 就是沈阳的市中心 咱们要是上沈阳市的那个上街 上市中心什么的 要有中街,要太阳街 要什么北市什么的 我们管它叫上室内 你这个听这话就可以知道 我们跟室内还是有点距离的 所以说呢,我对沈阳 尤其是在就是初中以前吧 对沈阳别的地方了解的不是很多 因为沈阳有老的区啊 沈河啊什么的 老的工业区铁西 铁西,我因为我大学毕业 分配到铁西更了解的 中心是一个和平区 和平区我从跟那住过 我结婚之后就跟那住了好几年 相对来说也更了解一些 就是老的沈河大东 其实我挺陌生的 我先介绍介绍沈阳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三台子 其实沈阳很多这样的地方 当时我们这地方三台子呢 实际是叫松林机械厂 有一个数字的代码叫做112 实际在沈阳呢 什么410,724 听这些数字吧 你就能知道它都是军工厂 因为我们这耳熟能详 724是做子弹啊什么炮弹 410是黎明 是做飞机发动机的 沈阳实际是有大量的军工 而且都是非常大型的军工 同时呢 当然那是重工业基地吧 铁锡呢 到处都是各种机械啊 冶炼啊什么 包括东北制药什么的 大型的国企比比皆是 这是当初我都不了解 我想说的那就是我上学之前 从北京回到沈阳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王国 其实这个三台那个地区有三个比较成规模的大厂 就是神飞 那时候叫松灵 还有一个叫新乐 还有一个叫新阳 这个新阳新乐呢 是做导弹的 就是我们的南边 就是有一个沈阳最大的一个公园 是北陵公园 也叫昭陵 黄太极的墓 黄太极其实没忘理葬 但是建成了之后 黄太极可能就是死在路上 死在哪了 这只是一个空陵应该算是吧 其实具体我也讲不清了 北陵它不光是一个帝王的陵墓 它后面种了大量的松树 它就是一个 沈阳一个最大的绿化公园吧 都是三四百年的苍葱翠板 可能要是沈阳人大多数从正门进去 还对这个北陵的后花园印象不是很深 像咱们呢 因为是得从北面进去 正好得穿过这片松林 从小整个北陵 就是咱们一个后花园吧 你要是从就是市区市内吧 往三台走 是有一个大夏 不然到新乐呢 大夏天很热 你临近了北陵公园 你马上就能感觉到 怎么说呢 两块几度吧 这就是有一个算是森林的吧 森林的好处 它马上就是能有降温的感觉 我父母呢 尤其我爸爸 是四七年在北平 北京上了学 学的是功课 集电之类的吧 49年就应该毕业了 那时候解放吧 可能是稍微耽误 时间毕业了之后 五两年具体什么时间 我不知道了 反正是很快就是 他们那些同学 大多数人 都被分配到 这三台子的 这个水扬飞机制造公司 当时还是部队的番号 很久以前 其实这个父母是军工厂都会说 当时实际是没有地址 只有信箱 而且什么都是保密的 这地方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地方 就是当时是50年代了 50年代就是抗原厂嘛 这地方呢 就是修飞机 打伤的飞机 抗原厂胜利之后呢 就开始制造 1500、1600 包括1800 基本上在 就是可能是30年之前的 我们其实祖国上空 保卫家园的 领空的战斗机 都是审飞制造的 我想说的呢 我小时候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 可能很多军工厂 包括当年转到三仙啊 包括贵州啊 重庆啊什么那头的 可能都是相对来说 一个封闭的 我小时候的地方 就是也没什么外人嘛 这个厂里面啊 有医院 很大的医院 所以说我当时出生了 现在都是规疑地方啊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医院 我那个时代 小学就是70年代吧 小学有七所 高中有四所 每个厂都有一个文化库 房间开表达大会什么的 都是很宏大的 做个几千人是没什么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吧 当年咱们看电影 画票、描票 就是那些电影呗 最开始可能是 麦花姑娘什么的 那个桥 那个瓦尔特 保卫三辣肉窝什么的 那都是那个年代的 我们小孩就是 没票就拼命的 造假票就往里混呗 这地方包括有百块大楼 还有那个小卖店吧 叫合作社 就实际就是一个小商店 那个国有体制下嘛 我们成长那个年代吧 六七十年代 几乎可以做到夜不庇护吧 因为从小都是 邻居非常熟 不像现在 其实后期我搬到一个新楼 就是我说的新楼 是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末了 好几年之后 这个邻居才比较熟了吧 就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是一起长大的 父母也都是一个厂的 那就是真的是亲密无间 到这家混饭 那家混饭 这都是可以的 你家你出门了 什么的 钥匙放你家 这都太正常了 我就生长的是这个环境 就是在沈阳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是一个半封闭的地方吧 我们那时候休息啊 就是像沈飞 是星期四休息 其实沈阳这个计划经济当年吧 我到了大学毕业 九十年代末到边海场 边海场是星期五休息 可能都窜开嘛 这也是为了窜开高峰 而且就有一条公交车 就是六路 五轨电车 可以直通到市中心 我是到初中了 才和同学一起往市内跑 那时候呢 实际北陵门前那个正路 就是应该辽南大学那条路 辽南大学再过后是宠山路 北陵这个当然算是市区 但是没有住宅嘛 剩下的地方都应该算是农村了 我单独画出来一个 就是北陵后面 估计多少平方公里啊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 反正当初可能几十万人吧 现在可能上百万人 而且随着城市的扩大 现在已经扩得没边了 它已经确实不算是靠边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就是我当年上外教的时候 就是出国之前学外语 那个外教老师 美国来的 其实当时我外语不好 但是那人挺好 我就没反驳的 他说你看中国的飞机制造公司 那个飞机厂建的 那个离市区这么近 如果有危险什么的 这得不好啊什么的 就是为了炫耀武力什么的 其实真不是很回事 因为一个是 我可以想象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飞机 因为飞宁距离也并不是那么远 其实那个时代 是远离市区的 最起码还有个五六公里以外吧 具体我感觉应该是 最起码是五六公里以外 有可能到十公里以外 那时候呢就算是远离市区了 根本不是那回事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 是很享受战斗机轰鸣声 在我头顶飞过 其实还是很高的啊 我们抬头可以看到战斗机 尤其晴天 从小到大就经受这个 大火车看得到不多 战斗机还是看得挺多的 呼啸而过成我们的疫景 还记得我上高中啊什么的 闲了就是往外看着 看着飞机拉线什么的 这是我们的就是独特的疫景吧 我估计眠awsze 我不过 organizing 阿姨 这是 省